超強颱風蘇拉逐步逼近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信號現證生效 我們記者在今早8點到達屬於低瓦地帶的瀚花村視察 現場所見岸邊水位開始上漲 間中有湧浪迫上岸邊 但是風力暫時未算強勁 仍然可以見到有居民在岸邊散步 但風力暫時未算是好 還沒 你覺得現在的風力是否還未去到8號風球 還未 現在很平衡 那怕不怕今晚跟之前山竹的風力 如果去到9號、15號都擔心 怕呀 我最怕就是山竹那次 因為我在家看著海水真的高過欄杆 一小時湧入村裡 一直浸浸浸到商場那裏 我住了三十多年 真是最怕那次 也有風雨不改來到神溫的市民 就說風力不強 但是跟1962年的颱風溫代相似 這個風力表面上是不太好 就是沒有什麼風 可能真的跟六十幾年前的溫代差不多 溫代當時就是這樣的 終於知道天氣沒有什麼雨 沒有什麼風的很靜的 一離開就離開 很厲害 當時十二點幾鐘沒什麼 半個小時就連天蓋都翻起了 很厲害 那有沒有覺得今次蘇拉 可能今晚或明天最接近香港 那你覺得會不會去到當年的風力 或者去到山竹那樣的風力 山竹就不會 不是什麼 都不是幾似 最似是六十幾年前的溫代 那時候你是不是都見住 見到見到 那時候我十七八歲 那時候是否全港都很嚴重 是啊很嚴重 紅磡過 你整萬噸都打上岸 那時候要別看 這就是他們展示 一點五十幾年前 那時候有一次 有一次